家乡法华苏曰 法信即是实相 三臣得道莫不由之 又只观业 法信名为实相 尚非二臣境界 何况凡夫 这一段还是解释 通诸发信 答众孙相 这两句是通达现象 前面 我们看练功老句子 引用玄庄大师的维世书记 与大臣一章 所说的 法信 法相 今天借着看法华经书 里面 也是这个意思 法信 就是实相 这前面 我们念过了 三臣得道莫不由之 三臣是 声闻 原觉 菩萨 那 通常呢 也称为大臣 忠臣 小臣 修仙 正乎 都师 都师 明心 健心 实际上 只有 菩萨 修行 才健心 健心 就称佛了 在华严经上 也称他们为 法身菩萨 健心 就是正得法身 这前面 跟同学们 我们都学习过 所以正得法身 就是确确实实 体会得 肯定了 变法界 虚空界 一切万物 跟自己是一体 这叫健心 这叫正得法身 这种事情 确实 不容易 我们 无时节以来 已经养成 一个习惯 我是我 你是你 他是他 怎么是一体呢 哪有这种道理 那怎么样 也不会承认 我们认为 这是四十真相 而佛菩萨 告诉我们 我们全搞错了 真地是一体 要怎样才能 正顿 佛 告诉我们 你 不再执着了 不再执着 这个身生活 那个身是你 那个身是他 没有这个执着了 执着 真的断了 这叫什么 这叫破身界 我们明心尽心 走到第一个阶段了 如来成果了 不再认识 这个身是自己了 身是什么 是说 我所有的 决定不是自己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 我所有的 衣服不是自己 这个我们肯定 佛进一步 要我们肯定 身不是自己 身是我所有的 这个身是我所有的 那别人的身呢 也是我所有的 树木花草 是我所有的 山河大地 也是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 不是我 能够这样的肯定 这样的认识 这才能证阿罗汉古 在佛法里面讲啊 他已经证得了 证觉 这三层的 小层得到啊 跟我们 对宇宙人生的 看法不一样啊 菩萨比他更高 菩萨不但不执着 分别都没有了 所以 小臣 阿罗汉 他的亲近心 你看 只要知着这个身是母 那个身是你 那个身是他 我们的亲近心 就不能恢复 在经上教导 我们修行 标准 清净 平等 我们的亲近心 得不到 那就修行 没功夫啊 不得受用啊 修行 没功夫 不得受用 麻烦是哪里 麻烦是 深深深深 还要继续去搞轮回 真正到阿罗汉的境界 知道身不生活 见死烦恼断掉了 就超越六大轮回 六大轮回不见了 就像做梦一样 梦醒了 六大轮回不见了 不见了之后 那个境界 菩萨的境界 四圣法界 出现了 四圣法界 还不是等的 也是个梦境 因为他有沉沙烦恼 又无名烦恼 必须把沉沙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是什么 分别 无量无边的分别了 比喻作沉沙 这个分别的妄计划 像沉沙一样的多 把分别放下 不再分别了 没什么好分别的 为什么 它是虚妄的 它不是真的 沉沙烦恼断了 经上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沉沙烦恼断上讲的 大般若 这才能够震得 菩萨的境界 震等正确 就是我们经体上的 平等 平等性 你在一切境界上 不会再分了 佛跟众生平等 大臣经上常书 圣佛平等 众生跟佛平等 性相亦如 法性跟法相 十一不十二 法性 能生能性 法相 所生所性 十一不十二 再往上提升 不但分别之处 就没有了 奇心动力也没有了 不起心 不动力 回归自信 这叫成佛了 这叫觉 大致大悟 明心见心 那这是佛 所以 生吻 圆觉 佛 这叫三臣 三臣得到 与 法性 与摄像 有密切的关系 阿罗汉 证的少分 菩萨证的多分 佛真 佛真 的月马 是 有密切的关系 有密切的关系 那是 有密切的关系 感谢观看